全球在这个五个疾病上要花费120万亿的命迹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心情 第二个心情是说 美国目前由于医生的出方用药 也就是医生开药导致人死亡 死亡的数字已经超过了交通事故的数字 所以我们讲第一个数字的时候大家都认为 我们有这个五个疾病 违害人命健康 我们需要依靠医生的工作 但是第二条心情就告诉你 医生给你开药 导致人的死亡已经比交通事故的人数要高 所以我们就会很困惑 在未来当中 我们要保全自己 靠谁 靠什么方法 所以时候我选择了这个题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下我们的养生的方法 这个观点 好 谢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讲就是说 什么叫养生 对吧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和理念 但是我们基本上要了解就是说 养生究竟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这样欢迎富二生 富二欢迎老师讲的是说 养生就是通过各种方法 来依养生命 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 什么话 到了延年一世的一世活动 也就是养生 你无论通过什么途径 但是最终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让你生活质量要好 你的寿命要长 为什么我讲两个点 我竟然开玩笑 我在同山做中医总监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病人 很可怜 三十多岁中风 做了一年 他治疗很积极 每个礼拜来三次生就好 当然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来康复 但是医生 也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想怎么中就中风 所以像这个病人 从三十多岁中风 他如果喝到九十九岁 他是长寿的 但是 他是一个低质量的生活 对吗 我们经常说 碰到老年人会讲说 我今天八十岁 最好每天一睡觉 不来了最好 对吗 什么痛苦都没有 有的人说 不要八十岁 我七十岁就可以了 好 你七十岁和九十九岁比 谁的生物实量高 不一而一 对吗 所以说我们养生的时候 追求是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要一个 良好的生物质量 第二个 要一个健康长期的 最终目的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么当然我们讲养生 所谓的生 就是告诉你 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是一个生长的问题 对吧 那么所谓的养就是保养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养生的最核心的一句话 就是说保养你的生命 那么我们保养生命 我们是要了解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状况 现在你看 我们讲的养生 基本上都是中老年的福音才说 对吧 其实这个中老年呢 现在应该在讲 这个界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 有两次界定 1982年的时候 WHO是世界维生组则 他把60岁以上的老人 就叫老年期了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定义有问题 所以2000年的时候又做了一种修改 他修改的结果就这样 44岁以下是年轻的 从45岁到59岁是中年 从60岁到74岁呢 他叫年轻的老年 年轻的老年人 年轻的老年人 比如叫准老年人 或者说你准备进了老年期 这个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 那么到了75岁到89岁呢 这个才成为叫老年人 如果说90岁以上 我们就要长寿这老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看 我们如果活到90岁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当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但是你不是说 我到了80岁的时候 我在想 我下面一个10岁 我怎么活 不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对于人的寿命 这是有争议的 人的寿命究竟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些 一些不同的说法 在中意里面 在中国的东方文化里面 都喜欢讲一个叫 移养天元 这句话呢 查点 查到最后是查 然后比较里面出来 他说老太军年过百年 就在移养天元 合遍思维军 对吗 这是在杨家将里面 一段细词 所以说对于移养天元 天元怎么解释 天元通常在东方文化学里面 讲一百年 又叫移 又叫七移 对吗 但是又有一种说法呢 是一百二十年 叫天元 也就是说 天元是说 天给你的年寿 也就是自然的年寿 也就是说 你任何一个人 你的自然的寿命 就是一百岁 一百二十岁 当然大家想说 我们身边的人 谁也看不到一百二十岁 其实你看日本人 看一些健康的老人 长寿老老利人 基本上都可以 接近或者达到一百二十岁 对吗 实际上最近 大概是在三四个月前 我看到一根资料 最新的医学推算 我们的正常生命是 一百三十五岁到一百七十五岁 比如说凭什么去推呢 就从牙齿推呢 就是你如果真牙长出来 以后乘以一个细数 最低是一百三十五岁 最高是一百七十五岁 可信吗 可信 为什么讲可信 如果你再去看资料 有的荒唐的说 可以活到两千岁了 是吗 他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做 我们不要去讲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应该活一百岁 活一百二十岁 活一百三十五岁 甚至活一百七十五岁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到 那这个问题就处在养生者 因为道理很简单 一百七十五 我们就算一百七十五块钱一样 你用了一块钱就少一块钱 对吗 你没有用 你就可以拥有一百七十万 你说你 我们经常 年轻都不用讲 你夜睡 你酗酒 你吸烟 对吧 你发火 你生病 那就在这一百七十五块钱里面就支出 今天支出一毛 明天支出一块 到最后你只剩八十块 就八十水 对吗 所以说每个人的生活